导致脸部大面积毁 所有人都把他当成了怪物 没人敢接近他 这个男人太惨了 从小婴太调皮就被养母破硫酸虐胎 导致脸部大面积毁 所有人都把他当成了怪物 没人敢接近他 他为了成为一个正常人 于是他决定去医院做整容手术 就在他摘下口罩的一瞬间 直接惊呆了医生 一会我就要护士养孩子做体验 下午你就可以做手术 不过你的手术 要是你手术三次完成 静静的是第一次手术顺利完成 意外的是伤口不到一天就遇到 真的脸好了 可以做第二次就急了 他便再次找到医生 让他赶紧安排第二场手术 你已经愿意后了 你看我伤到好了 我下午就可以手术 医生也不敢相信眼前阵营 看男人脸部恢复得很成功 医生便答应给他安排第二场手术 就这样第二次手术依然可顺利完成 万万没想到的是 男人隔天又来到了医院 你看 你看 我又恢复了 我可以进行最后一次手术了 在男人的百般相求之下 医生立马给他安排最后一次手术 经过前两次的手术 您的脸基本上有三分之二 已经恢复正常 我们马上会帮您进行最后一次手术 希望您可以全力 一定会出口 不料就在第三次手术出现了意外 众人顿时被眼前这一幕震惊 感兴趣的老铁左下角看 后续第十九次 相机震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